上海的景点之一 上海城隍庙 它是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 它的门票是十块钱 所以进来的时候人很多 家伙很鼎盛 因为它有着很特别的一些宫殿 老殿才神殿 当然还有主要的城隍庙 旁边更有着次行殿 跟三观殿 后面还有园城殿 官帝君文昌帝君 更有着以前传下来的城隍一家人哦 有着孝顺的城隍老爷 当然有着他的父母啦 当然也有他的夫人 过年期间特地来拜访城隍庙 可是你们会看到人好少 其实是因为上海的疫情 所以有所控管流量的 才会看到这样的美景哦 不然这样的古建筑 难轻易地拍到哦 现在我们一起来 跟每一个宫殿里面的主神行礼之意 要向霍光大将军先行问安 他可是城隍庙的主神哦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么多的宫殿应该从哪边开始呢 我通常习惯是从慈航殿因为这里有着观音菩萨 当然很多人是为了来也请观音送子来 让家人可以天丁 当然还有旁边的三观殿有着天观地观水观 这是很重要的十位父母来欺负的哦 可别忘了三观大地的重要后 我会找到对面的财神殿 向财神老爷们问安晴好 你看看这边的财神老爷可是各司其职哦 当然我为的是跟事人们祈福 因为大家都好的时候我才会好啊 跟着我们来到了月老殿 月老殿是很多的未婚男女都来的 当然家长也很多因为我们要帮孩子祈福 祈求好姻缘赶快到来赐下良缘牵上红线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车神 很多人都误会开车的人才败 其实不是的车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出入平安 很幸运地看到这样的一个祈福场景 是我来这么多次第一次遇见哦 家人们今天元城店人多所以没有拍摄 我们就在这里跟城隍老爷和夫人说再见 悄悄地从后门离去哦 跟上哦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